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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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我县以五道五制和道治理的良好成效 向市委市政府和全系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现在体育场举办2017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展示 即第九届肖下篮球比赛 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广大居民群众积极参加健身活动 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在全县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 县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郭卫斌 副县长王立敏 县政协副主席段爱军参加活动 上午九点左右 体育场上汇集了17支健身代表队 体育场健身指导站代表队表演的微风摩谷 首先拉开了全民健身系列活动的序幕 各个健身代表队向观众集中展示了广场舞 太极拳 水冰舞 踢剑子等多个全民健身运动项目 大家以饱满的精神和整齐化衣的动作 充分展示了积极向上 阳光健康的精神风貌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好评 力散发,大家认可 fatal了 力散发,,一目的后 力散发,一目的 を打残 因为在这个科技发展的年代 我们大多孩子大人都在家玩手机玩电脑 然后不是运动 比如说我们跳街舞 我们可以强生电体提升人的自信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以后多去运动 然后多参加这类似的节目 我今天七十日了 我一直打太阔 太阔的朋友也可以打我走头铺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非常良好 以后我继续管理 保持自己的身体良好 度过自己外面生化性 全民健身乐系列活动的开展 旨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健身的意识 激发全民健身热情 在社会上形成崇尚健身 参与健身的良好氛围 我现人大代表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 现人大常委会主任高宇飞 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喜龙 孙广兴 王冠明 参加开办仪式 请看报道 高宇飞在讲话时指出 6月21日至23日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并发表重要讲话 就深度贫困地区如何脱贫 山西的改革与发展 提出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面对如何创新性的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与我现人大工作实际相结合的要求 需要我们人大代表不断地学习提高 切实提高履职能力 这次培训是县级人大代表培训的一部分 也是去年换届后 我先为开展人大代表强素质 数形象履好值活动 进行县级人大代表培训班的继续 此次把培训地点选择在市委党校 目的就是要利用这里高水平的师资力量 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 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 让全体代表集中精力 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 希望全体代表通过这几天的学习 探讨交流和观摩 在依法科学高校履职代表职责方面 有一个新的提升 进一步开创我先代表工作和人大工作的新局面 崔喜龙主持开办仪式 并就搞好此次培训提出了具体要求 据了解 此次培训为期三天 特聘请市委党校优秀教师 及省市人大工作方面的专家学者 就市委书记习小军 在市管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 专题轮训班上的讲话精神 自媒体时代的社会治理问题及应对策略 党史党章解读 正当四有四讲优秀代表等内容进行讲解 还将到长治县振兴新村进行实地观摩考察 县人大代表和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 共120人参加此次培训 我县召开会议传达落实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专题会议精神 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晓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各乡镇各大口宣传工作负责人 以及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相关单位 和宣传系统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就做好当前全县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新闻媒体采访接待 迎接19大宣传 以及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等工作 进行全面部署安排 会上张晓明部长强调 一要着力做好19大宣传工作 以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 和山西视察调研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 切实提高政治意识 落实好19大宣传工作的各项任务 二要深入贯彻落实 全市意识形态阵地管理的八个工作办法 各单位要自行对领对照对位 落实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把相关工作做心做实做活 三要高度重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 对当前文明创建工作推进不利的单位 确定了时间表 宣传部将联合县委洞察室和县纪委 对懒政代政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四要加强舆论媒体宣传引导和监督工作 针对我县当前新闻采访接待工作 存在的问题要及时改进 严格执行我县新闻媒体采访接待管理办法 有效引导媒体正面宣传理性报道 杰丽营造我县良好的舆论宣传分枚 在刚刚过去的建军90周年大冶兵上 我国军队整齐的步伐 威风的军容吸引了全社会的目光 带给市民全新的体验和强烈的震撼 而在8月5号上午 一支特殊的队伍在离城酷暑练兵 他们就是来自长治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 请报道 蓝天救援队是由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组成 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出现自然灾害和人身伤害时 及时派出救援人员提供必要的救助 减轻乃至避免由自然灾害或不可预见的意外事件 给遇险人员带来的生命或财产损失 其所有救援行动和培训都是免费无偿服务 此次共有近40名救援队队员及志愿者参加此次由中国登山协会主办 长治市蓝天救援队承办的全国山地救援基础知识公益培训班 四位山地救援队教练分别为参训学员讲解了山地救援概述 山地救援一般流程 救援搜索基础理论 以及指北针和地形图常识等课程 据悉中国登山协会今年在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 开展15站全国山地救援基础知识公益培训 此次长治站培训班是第四站 我们中国登山协会全国三地救援基础知识公益培训 这一次选择放在长治市离神县的喜尔河景区 是因为这边环境非常的优美 然后地形地貌啊 然后场地条件啊 也都非常适合我们的培训 接下来现在的话 这边喜尔河景区也是在大地的开发 然后接下来和包括这边景区和当地的蓝天救援队 然后进行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 因为随着越来越开发 然后这边的话来的游客呀 户外运动爱好者呀 也会越来越来越多 如果说是在景区得到当地救援队的这个保障 一个救援保障的情况下 然后来参加来到这里进行户外活动的一些 游客爱好者 然后他们的人身安全也会得到更多的一个保障 这次我们救援队参加中正协组织的这次这个3D救援的基础培训 会提高我们救援队所有这个参加学习人员的这个3D救援知识 丰富我们那个救援技能 通过培训以后 我们能够更好的为来景区的游客及户外爱好者提供安全保障 至2015年6月成立以来 救援队在长治范围内共参加了57次救援活动 救助人次高达390起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他们也呼吁希望更多有时间精力和一定技能的爱心人士 能加入到蓝天公益救援队伍中来 共同为公益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观众朋友本期信息时间播送完了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再见